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一种教育 让自己怎么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能够改变 因为我们的一生做错很多事情 所以改变是最重要的 人的一生就在改变当中 调节当中 年纪轻的时候 很多事情以为自己都是做得对的 年纪大了之后一看 都是做错的 这就是调节 人一辈子什么药都有 就是没有后悔药 当你一个人后悔的时候 你是很痛苦的 觉得我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 造成了很多的遗憾 实际上这个遗憾就是被当时的头脑发热 冲昏头脑了 所以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知道自己的毛病 而不能控制 这个在心理学上来讲 就是一种失控的感觉 这学佛就是叫自己时刻要学会控制自己 你看我们一生过来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你就控制不住家庭的和睦 你控制不住自己跟单位里的人的情绪 那你就控制不住在单位里的这种形象 那你经常会被人家骂了被人家讲了 我们说很愚痴的人啊 他是整天在求啊 哎呀环境能够对我好一点的 环境变好了我可能就变好了 哎呀这个人走了我就不会生气了 那个人怎么样了我就怎么样了 师父经常跟大家讲 需要大家能够有一种非常平稳的心态 来对待别人 这很重要的 现在的人就是 只想到自己 很少想到别人 慢慢慢慢就变化变得很大 一个人只要注重自己的道德 别人就不会诽谤你 有时候 要真正的学佛 就是要把烦恼全部弄懂 怎么会烦的呢 因为今天我心情不好 身体不好 或者因为我今天某一句话 我听了不开心了 或者某一件事情做了不开心了 然后追根行员下来 一直影响到你的情绪 造成你的烦恼 实际上完全可以控制的呀 你能够让人家一步海阔天空 不要发脾气啊 发脾气是一种溃本的生意啊 发脾气的人永远伤自己 伤害不了别人的呀 所以 有的时候有了智慧 你就会了解生命 你到底到人家来干嘛的 你是来跟人家争还是跟人家斗的 你还是来 糟蹋自己的时间 还是糟蹋自己的身体 这一切包括了就是你对自己生命的一种理解 很多事情你们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的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一个人如果听人家讲话 坐在这里 只要他转换意念了 他身体就会动 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 就是不要去制造这些不好的东西 你要理解别人 但是你不要去伤害别人 任何一个人你过度的去做一些事情 可能就会伤害别人 什么叫过度 你只要讲话讲过头了 就伤别人 你什么都不跟他讲 你又伤自己 所有的人学佛 必须学会调解 所以当一个人 心态好的时候 这个人很开心 心态不好的时候 这个人什么事情都不开心 所以经常想一想 我今天心态好不好 我今天会不会生气 我今天会不会难过 经常想控制自己的欲望 因为周围的环境 你是没办法改变的 你唯一的能改变就是自己 很多人不能够了解自己 你这家居应该怎么走啊 你的性格要不要改变呢 现在这个社会 大家都是快节奏 你应该怎么样 稍微快一点 但是快过头了 你可能又要伤害自己 因为你本来就是很慢的人 你就不停地在调节当中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任何有智慧的人 都是会调节的 就像温度 冷了 我都穿点衣服 热了 我少穿一点 人就是活在调节当中 心态调节 生气调节 情绪调节 不但调节还要管控 所以人有一种自然的保护意识 这种自然的保护意识 实际上在佛法里面 已经教我们的 最好的一个保护意识是 你对人家好一点 慈悲啊 如果你对人家不好 你再怎么保护 你也会被人家伤害 所以这个保护意识 就是说你用这种语言没有办法 你看一个人很紧张 这种比较保护意识 他就完全把自己保护起来 他思维当中害怕了 他行为当中就害怕了 他的语言 跟这个心理完全有 不同的理解 所以人家说理解心理 比理解你的动作更重要 但是理解你的动作 可以探索你的心理状态 所以任何一个人 只要跟你一接触 你在社会当中 你看你们老板是不是个好人 这个人愿意不愿意帮助你 你就看 他细心不细心 他有时候拍拍你 好好努力啊 这种人很细心的 如果把过来眼睛从你看一看 这种人很高傲 所以真正的佛法是了解自己的生命 因为当你了解自己的时候 你可以适当地去做一些事情 不会伤害别人 不会伤害自己 最后你就产生了快乐 快乐怎么来的 快乐是对人家好的来的呀 你对人家好 人家对你好的呀 你不对人家好 人家怎么对你好的 有很多人自己在原生原灭当中 一个事情发生了 缘起了 开始原生出来了 有缘分 哎呀我很喜欢你了 哎呀怎么怎么 然后慢慢的呢 不喜欢他了 有那种缘分好像觉得不成熟嘛 慢慢慢慢就消掉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一种缘分 缘分可以再造 缘分可以再生 但是生了要理解 任何缘分都会灭掉 所以与其让自己以后 缘分灭的时候痛苦 你还不如缘分不要生了太多 这就是相应的中国人传统的一句话 君子之教淡如水 保持一定的距离 可能你不会受到伤害 太爱了 太喜欢了 那你一定会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些道理 你这个人才能活得有意义 学佛里面叫累积 你今天做点坏事 明天做点坏事 后天做点坏事 时间长了你就是个坏人的 你今天做点好事 明天做点好事 时间长了你就是个善人的 这就是累积啊 那你今天做坏事 一点两点三点四点 你做到后来就让别人看到你的裂根心了 所以刚刚跟一个人接触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身上是什么毛病的 那么为什么很多婚姻就是跟你住在一起的时候 时间长了长了 长到后来就发现对方毛病了呀 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发现呀 这就是我们说的光点 一个光点慢慢累积成个光柱 所以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情 点点滴滴都要认真 情绪受控于你的智商 你智商低的人容易发脾气 容易情绪差 你智商高的人 你不容易发脾气 所以 情绪受控于智商 智商受控于境界 智商再高的人 但是环境变了 他这个人就不开心了 因为环境在变 他就不开心了 境界 就像花园一样 要经常浇水的 一个人好不容易到了很高的境界了 要不停地给他浇水 给他阳光 土质 水质 他才能提高 真正的一个能够学佛的人 他是完全是有智慧的 世界上任何事情 到了你这里 你可以把它重新解剖 重新开始再学 那就叫无声 无声法 无所住 无所行 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在你心中的 每个事情都会变化 所以当你碰到一个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它也会变化 碰到一个好的事情 它也会变化 就像人的脸一样 一会儿开心 一会儿不开心 脸上都看得出来 当你思维当中狭隘了 你的脸就消不出来了 当你脑子里想开了 什么都无所谓 你就发起冲了 很开心 这就是人的思维 控制着你的整个的神经系统 包括你的生理 包括你的情绪 包括你的所有的肢体状态 所以这就是佛法讲的 思维控制着你的行为 行为控制着你的统业 所以你跟嘴巴里讲出来一定是你想过的 你不管讲出了什么话 因为嘴巴是传送器 是一个喇叭 它不是你的原始的录音机 你今天要放个音乐 你放个CD在里面 放什么歌曲 是你心里的一种行为 但是这个喇叭 是嘴巴 只是替你把声音放出来 所以当你讲出来声音的时候 当你讲出个观点的时候 它就代表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不是说你嘴巴里讲出来的 而是你心里想出来的这个问题 所以佛法就告诉你的生存意识 怎么会来的 慢慢慢慢地让你觉得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是无所住的 因为来了会没有 没有了又会来 无所住住不进去的呀 你说你们要我接受一个观点 我可能你们跟我讲了 我当时就接受了 过一会儿我忘记了没有 因为这个概念性的东西 是在不断地转换的 就像我们小时候 我们认为一样对的事情 可能当我们长大之后 我们已经认为这件事情是错的了 我们转变了 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 现在我们有电脑了 谁还去玩小时候的游戏啊 是不是你的概念就转变了 转换概念 转换思维 所以无所得 你一辈子什么都得不到的 你既然知道这辈子什么都得不到 什么都带不走 你为什么还要平民去得 所以菩萨告诉我们 无苦即灭道 苦即即是什么地方来的 根源啊 所以无苦即灭道就是无生了 没有什么苦的 没有等什么生出来的 所以无生是没有烦恼生出来 没有尽力觉得苦 没有生出苦的地方 你也没有必要去消灭它 你这个道就自然成了呀 谢谢